本来已经够小的水星居然还在缩小 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有八大行星 而水星则是其中最小的 其直径只有大约4880公里 水星这样的个头 甚至连太阳系中的一些卫星都比它大 比如说木卫三和土卫六 或许你不知道的是 水星本来就已经够小了 然而科学家却发现 水星居然还在缩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科学家首次意识到水星可能在缩小 其实来自水手10号水星探测器传回的数据 该探测器发射于1973年 它分别于1974年的3月29日 9月21日以及1975年的3月13日 三次飞掠水星 它的探测数据表明 水星表面存在着很多悬崖和山脊 看上去就像是水星表面的褶皱一样 这种被称为半状陡坡的地形 很快引起了科学家的研究兴趣 他们对此给出了多种解释 其中认同度相对较高的一种观点认为 水星表面之所以会存在大量的半状陡坡 应该是因为水星在过去缩小了造成的 这就好比是一粒本来饱满多汁的葡萄 被晒成了葡萄干 其表面就会出现大量的褶皱一样 2004年 信使号水星探测器发射升空 在经过漫长的旅程之后 它于2011年进入了环绕水星的轨道 成为了目前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进入水星轨道的探测器 在信使号发回更详细的水星探测数据之后 水星在缩小这种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 因为信使号传回的探测数据表明 半状陡坡在水星表面普遍存在 其高度通常在几百米到几千米之间 长度一般都有上百公里 有些甚至可以绵延上千公里 科学家认为 水星没有地球上的板块运动 它的地壳其实是一个整体 而在其表面出现如此之多的半状陡坡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水星在缩小 造成了水星的地壳发生弯曲变形 考虑到有不少半状陡坡贯穿了那些年代久远的 探测数据再结合相关的理论建立起计算机模型 模拟结果显示在过去的几十亿年时间里 水星的半径已缩小了14到20公里 简单计算一下可知 其体积大概缩小了1%左右 毕竟水星本来就已经够小了 引人注目的是 根据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上的一项新研究 科学家发现 在水星表面一些半状陡坡的表面 存在着不少细小的裂缝 这些小裂缝宽度不到一公里 深度不到一百米 其中已被确认存在小裂缝的有48个 疑似存在小裂缝的244个 研究人员指出 从这些小裂缝的特征来看 它们应该非常年轻 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是最近才出现的 而其形成原因应该就是水星缩小时 半状陡坡的表面会受到阴历 并在一些区域发生断裂 而这也就意味着水星缩小的过程并没有停止 直到现在它居然还在缩小 那么水星为什么会缩小呢 我们接着看 根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 太阳系形成于一片巨大的原始星云 发生的引力坍缩 在此过程中 太阳首先在星云中心形成 而残留的物质则形成了围绕着太阳的圆行星盘 其中的物质继续碰撞和袭击 并最终形成了太阳系中的各种天体 其中就包括水星 在水星诞生之初 物质之间的碰撞 使得大量的动能转化成了热量 进而使原始水星处于一种炽热的熔融状态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水星开始持续散湿热量 不过其表面冷却之后 形成的地壳具有非常好的保温能力 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温毯一样 紧紧包裹住了水星 不让水星内核的热量轻易散湿 另一方面来讲 原始水星在冷却过程中 大量的放射性元素会因为重力分溢 而沉入水星的内核 当它们衰变时 还会给水星的内核提供一些热量 这样一来 水星内核的热量散湿速度 就变得极为缓慢 即使到了现在 其内核仍然没有完全冷却 尽管如此 水星内核的热量 仍然会不断地散湿 这就造成了水星 其实一直在缓慢地降温 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 水星当然就会缩小了 值得一提的是 半状陡坡并不是水星特有的地形 比如说科学家就发现 月球和火星上 也存在着半状陡坡 而这也就意味着 与过去相比 月球和火星 其实也是缩小了的 听到这里 可能有人会问了 我们地球会不会也在缩小呢 从理论上来讲 答案是肯定的 毕竟地球内核的热量 也在不断地散湿 只不过地球的个头 要比水星 月球和火星大得多 其保温坦 当然也更厚 地核中的热量 也更多 所以地球冷却的速度 也就显得非常缓慢 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的几十亿年时间里 地球都不会出现明显的缩小 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 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 远没那么简单 若人类消失百万年后 外星人来到地球 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 假如飞船 以一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 能飞出宇宙吗 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人类到底来自何处 让人类汉原的高级宇宙文明 它们到底在哪里 地球上的海洋面积 占地球面积的70% 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 来吧 关注本频道 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